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报道 网络媒体今日自由大马已经核实这封信函的真伪 达祖丁上个星期天已经证实他被邀请到国家网工 接领他出任我国驻印尼大使的委任状 预计下个星期出发到印尼旅行职务 如果你还记得 达祖丁在去年曾以列车接吻来形容轻快铁相撞事故 遭财政部割除他身为国家基建公司主席的职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